来到路口处刷一整排违规 尤其是摩托车看不出问题在哪里吗 大家等红灯停下来更明确 在纸箱的机车还有后面那三辆 顺向来看这至少五六辆的机车也都违规 因为行驶的地方是路间不是车道 遭检举的话红单600元 我们要骑哪里啊 你说我要骑哪里 这边不能骑 在凤山光源路路面上的这条白色15公分的实线 往内侧路面边线的这中间 叫做路间 而这个宽度是有2.1米 你机慢车道还要宽 也IP说是挖坑给用路人条 高雄凤山有多处的路段 在地反映路间比车道宽 标线不明确 几乎天天有人被检举开罚 15公分宽的白线外侧属于路间 而不是车道 算是旧线道用途 紧急避难 故障车停扣 行人单车使用 车辆是禁止通行 但这里部分路段路间宽210公分 比机车道还宽 这合理吗 在地人还反映 机车为了闪汽车 常被逼到路间 这样挨罚不是很冤 因为你那么小 然后这车流那么大 是不是大家很容易赶时间 很容易出事情 很容易误采雷区 公路局共同到现场会看 那并请公路局来进行了 路行调整的研议 交通违规 埃法合理 但马路标线不明 路间比车道宽 用途性不大 还县民正有被检举的风险 相关单位允诺将调整改善 TVBS新闻赵丽黄小琪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